我们今天生性业果呢 其实讲的会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传奇故事 这是佛经理的真实故事 他如果能够拍成电影电视剧 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看 太曲折离奇又太精彩了 好 先来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你们有没有发现 法师讲业果故事前还蛮会打广告的 这个故事呢 是出自于百元经的 第一卷第十则 百元经的第一卷第十则 题目是长者七日做亡园 长者七日做亡园 故事是说呢 佛都在色谓国 奇数己故独猿的时候呢 当时色谓国的国王波斯尼王 他跟另外一位国王阿瑟士王 两个互相怀着称恨 常常大战 打得都非常惨烈啊 就不但这个步兵啊 军队用上啊 马兵车兵相兵全部都在用 有一次呢 两个国王又大战一场 然后这一次呢 波斯尼王一败涂地啊 全军覆没 只剩下他一个人之身逃回来 他就非常的惭愧 非常的痛苦 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在色谓国里面有一位大副长者 他亲自来跟波斯尼王见面 他说他说国王你不要忧伤 他说国王你不要忧伤 我的财富 我的财力非常的雄厚 我愿意贡献出我所有的财产 帮助您重新招兵买马 重新建立军队 去打赢阿瑟士王 保卫国家 然后他跟波斯尼王讲了之后呢 波斯尼王也觉得说 啊有一个这么支持他 这么爱护国家的百姓出现 他也很振奋啊 他就用这个长者贡献出来的财富 能重新招兵买马 在他招兵买马的时候呢 波斯尼王找到一位勇士 这位勇士呢 有一次呢 经过他们国家都城外面的附近呢 听到刚好是阿瑟士王里面的 两位将领在讨论战术战略 两位将领说我们下次打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最精锐的部队摆最前面 然后中等的部队摆中间 最弱的部队摆后面 希望一鼓作气在最前面 就把他们打下来 然后这位勇士听到了这两位将军的战略呢 他就回来跟波斯尼王讲 波斯尼王就说 哦那他原来最精锐的部队他要摆前面 那我要打赢他 我当然也得最精锐的部队摆前面 然后中等的摆中间 然后最弱的摆后面 因为波斯尼王后来知道了他们的战术战略嘛 然后再加上这个重新招兵买马 好那这次大战之后呢 他就一口气把阿瑟士王打败了 而且把阿瑟士王抓回来 然后抓回来之后呢 波斯尼王他也很有善根 他仔细想 他说我跟阿瑟士王本来是无冤无仇的 但是阿瑟士王就一直找我麻烦 很想侵占我的国家 所以我生气才跟他这样一直打 现在他竟然被我打败了 被我抓到了 身杀大权在我手上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带他去见佛陀 好 原谅他 然后我们化解彼此的恩怨 好 这样两国就不必打仗 老百姓也不用受苦 他这样想了之后呢 就把阿瑟士王带到佛陀面前 把他的想法跟佛陀报告了一遍 佛陀听到了就非常非常的赞叹 好 佛陀说了一个寄送 那个寄送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如果你这样打仗呢 打败了你就很痛苦很忧虑 打胜了呢 你就高兴的得意忘形 可是呢 你今天愿意跟他和解 你可以杀他 但是你放过他呢 这样子双方面都会很欢喜 战胜的战败那一方 都会很欢喜 然后佛陀说 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消弥战争 得到和平呢 这个是最殊胜的 最善妙的 好 那波斯尼王听了佛陀的话 也很欢喜的跟阿瑟士王和解 把阿瑟士王放回去了 那波斯尼王自己也回到自己的王宫 回到王宫之后 他想起来 他就把那位 当初请进家财 支持他的这个富翁找过来 说长者啊 你这样子 费尽家财的帮助我 你有什么心愿 我现在是国王 我一定帮你承办 结果那位长者呢 他讲话也没有意思了 他跟波斯尼王讲 如果大王 能够宽恕 我的不敬冒犯之罪 我才敢讲 波斯尼王很高兴 跟他讲说 你不会有什么不敬冒犯 你对我忠心耿耿 你尽量说你要干嘛 那长者就说 如果大王愿意的话呢 请让我代理 大王做七天的国王 我只要做七天就好了 波斯尼王其实很爽快 波斯尼王很感谢这个人 很感恩这个人嘛 就觉得说 你说做七天 就跟你做七天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真的 让这个人做国王 好 做七天这样 糟糕天下 让这个人代替波斯尼王 做这个社会国的国王 做七天这样 可是呢 这个长者做了国王之后呢 你知道他做什么呢 他就用他国王的力量 下令全国的百姓 还有周围那些 归附他的小国的国王 全部都来集合 干嘛呢 去见佛陀 归依佛陀 供养佛陀 栽生 连续做了七天 这样子的广大的供养 所以七天当中 累积了无量无边的资粮嘛 然后呢 他就来到佛陀面前 五体投地 发了强猛的誓愿 这位 做了七天国王的长者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 我用我这七天 做了国王 制作教他 好 归依供养佛陀 生团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呢 我用这个功德呢 我要回向 在未来世呢 看不见的众生 我要做他的眼目 没有归依的众生 我要做他的归依 没有救护的众生 我要做他的救护 得不到安稳的众生 我要让他安稳 得不到泄脱的 我要让他泄脱 得不到涅槃的 我要让他涅槃 做了这样强猛的誓愿之后呢 佛陀就微笑 而且从佛陀的面门 放出了五色光 绕佛三扎 然后从佛陀的顶门 重新光又回到佛陀的身体当中 那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 说如来平常 不会轻易的微笑 如果有微笑 一定有很特别的因缘 那请世尊 开示这样的因缘 佛陀就说 好啊 地听地听 善事念之 无当未如 分别解说 你看到我眼前 这位做了七天国王的 大长者没有 阿难说 看见了 佛陀说 他因为累积了这样的资粮 加上他的誓愿呢 所以呢 在未来是 过了三大阿僧奇节 他可以成佛 佛号叫做最圣 最殊胜的最圣 广度众生 不可限量 所以我放光微笑 换句话讲 这位长者呢 用他做国王七日 带领全国百姓七日 供养佛陀跟僧团的功德呢 然后得到佛陀的授祭 三大阿僧奇节之后 他就可以成佛 名号叫做最圣佛 然后佛陀说 这个因缘之后呢 这个在场听法的弟子呢 有得得到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有发避之佛心的 也有发无上普利心的 大家听到都 非常欢喜的依照奉行 所以呢 我第一次说 有很多人在世间呢 他觉得他自己一生 功成名就 事业很顺利 他觉得自己叫 人生胜利主 对不对 那诸位伟大的人生胜利主 你们现在看到这位长者 你们觉得你们的胜利 有很胜利吗 他将来成的佛 叫最圣佛 他可以让一个落败的国王 反败为胜 他自己又可以当七天的国王 再把王位还给人家 自己丝毫不沾染 因为他当国王的那七天呢 他纯粹只是制作 教他 供佛即生 造最大的善业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 造业 回向跟发愿呢 得到佛陀亲自的受祭 未来必定成佛 好像我们一般在世界里 看不到这种人生胜利主 好 所以这个故事 我就是觉得 我非常的振奋人心 好 这个情节非常的 曲折离奇 非常的殊胜 非常的耀眼 希望有一天 真的能够拍成电影 还是戏剧 好 让这个所有想要做 人生胜利主的人 看一看真正的胜利主 长什么样子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